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贫富一定会拉开 富人更富 中国现在就是这样 富人更富 如果像中国大陆这样的国家 外汇还管制的时候 他们就很多的需求 很多文化城市水平还没有提升的时候 进到文化这个场域里面来 你不要以为真的长家马上会出现 不会 真的长家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去支撑后面的这些属于艺术 意识形态上面的这些价值 还没有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些目的的需求 有什么样的目的 艺术品可以作为他们 我们不要讲说什么其他 像我们常提到一些不好的现象 洗钱的工具 资产外移的工具 或者什么样的工具 但是有目的 他就有希望 没有目的 换散的 你要让这个艺术品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地物 非常困难 当代艺术市场的比例 刚刚这边出来了 58%还是在欧美 亚洲28% 印度 俄罗斯 中东 不要小看 这是1% 3%的地方 不要以为俄罗斯也快垮了 其实每个人都快垮了 我跟你讲 相对性来讲 他就是有熬出头的机会 中东靠石油 不要小看石油国 俄罗斯 靠石油 靠钢铁 很多俄罗斯排在前10名的这些长家 从第一年的Abramovich开始 哪一个不做石油 不做钢铁 不做矿业 OK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些人的钱不见得留在俄罗斯 但是呢 等到这些人的capital 慢慢地投注在艺术品 把重心又转回去自己的local 或是hometown 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发展的时候 那个力量不容小觑 中国当代 想让人看 他们的整个路程 不是从中国发迹的 Ulyssic只是一个引导人物 当年的大使 BD是大使 把这些东西带出去 但是如果没有透过西方 这些低类的结合 中国当代没有今天 所以中国当代的萌芽 不是在中国 这点就成了 现在金融海峡下 冲刷最大的这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 他没有造就出太多的内需 如果他从自己的本地 本土芒芽 成长茁壮 他的内需就足够 因为长家慢慢会建立起来 市场机制慢慢出来 整个平台也出来了 一切都在游戏规则里面运作 内需就足够了 一个国家在艺术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需去support 会垮 你不要以为说全部要靠外面 外资随时会抽离 只要政经情势不对 跑得最快的就是外资 OK 所以这种情况在艺术市场里面 一样 一样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内需 所以我常常讲 不要以为市场里面只有supply和demand的问题 不见得 看看这张图 欧美战后当代艺术成长 到09年往下掉了 但是你看 98年那个时候 如果是100 你现在09年掉都还没掉到98年以下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舒服 你看 想让人看 在过去几年 从2004年开始往上跑 200块左右 跑到快400块 将近成长是一倍 两倍 对不对 这种情况 correct回来 掉下来又掉回了200 你觉得OK 反正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错 市场不是这样看的 你说市场一定有修正 有上有下 股市是这样也许 但是艺术市场不是这样 因为艺术市场 我说没有定价的东西 你的categorize 这个东西的方法也不一样 你怎么归纳它 你说 这是属于当代的市场 这是属于印象派的市场 这是属于现代的市场 那你如果还这样细分的话 是不是还要细分 这属于中国当代的市场 这台湾当代的市场 这美国当代的市场 不 它是一个大市场 给你一个警讯 如果你可以跑那么高 在过去几年里面 都是这样平行的发展 稳健的发展 98年到02年 四年五年时间 稳健的发展 虽然这一波的发展 我们知道说 那时候是不景气的时候 internet的危机 也刚发生过不久 所以在这一波 稳定发展 艺术市场 你有听过艺术市场 collapse吗 没有 但是在我们台湾的 艺术市场里面 98年之前 到2000年 这一段时间里面 是我们台湾艺术市场 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 当年的前辈油画 在2000年之后 这些艺术品慢慢的 沦为第二线 开始很多人就关注中国当代 往中国道路跑了 直到现在 你都数得出来 有多少家艺术还在经营 我们台湾前辈油画家的作品 现在在拍场上出现的 只有两号人物 我们还依稀既得的 廖姬春和陈陈坡 但是在深旧手上 握有最多廖姬春 陈陈坡的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市场是怎么一回事 它不是一个 正当的游戏规则底下 它是被牺牲的 在牺牲的这个对象吗 或者是呢 它在这一波 中国当代兴起之后 是不是大辣的 就被取代的呢 那被取代为什么不能并存呢 那现在大家为什么又要谈 台湾当代没有未来呢 待会我们再来谈 所以我说 不要以为掉下一半 想想看 为什么当年会升到400 100到400 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 所谓的艺术市场 我们还没有看到 这样子的怪现象 看看中国当代 油画拍卖成交的指数 这种曲线 就是一个判读的方法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过分的人为操作 在这一波海啸底下 你还可以看到它这样 尤其那个尖支塔 尖尖的地方 哇 这种东西不简单 要制造成这种东西 一个尖顶 就会造成cliffe 悬崖 这里面有多少悬崖 现在呢 你看出来哦 就又爬回来了 它会不会再制造 另外一个悬崖 那现在爬回来 是个假象 还是一个真现象 那如果它是一个 真的市场反映 进场出钱的买家 又是谁 深思一下 看看张小刚 这就是悬崖 悬崖效应 看到没有 咚掉下来 掉下来 吓到了 手上有张小刚 作品有这么多 怎么可能做事 他这样价格猛跌 这么凶呢 所以一定要持平 把它拉平 在拉平之后呢 接下来 曲线往什么地方跑 往上跑 还是往下跑 照着叛徒来讲说 你看 左边的地方往上跑 跑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一个T字形 好像T田 然后往下 削削的削下来 现在又拉平了 再往上升的空间 有没有 有啊 有啊 但是往下掉 哪个机率比较大 这个待会就可能 要请教吕大师 来判断一下 这种东西啊 我跟你讲 变数在哪里 变数在于 张小刚 接下来要干什么 现在很多艺术家 都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去参加 各个博览会 包括这一次的 这个台北艺博会 我们去看了 这个R Basel 我们看了这个 北京商业师的 这个艺博会 什么都看 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 就开始担忧了 连Basel艺博会 Pesson Wannerstein Marlborough Aquavella 这些大艺术 丢出来 代理中国当代艺术家 的作品 竟然是2009年新作 结果 换汤不换药 我们这个艺术家 还有什么 要更多的期待 张小刚 一位市场上的高家 都被放在 他的大家庭血缘系列 难道他除了这个系列 就不干别的事吗 有 他有 只是做不起来 Pesson Wannerstein 进场 代理张小刚的时候 他还代理过 他的文字系列 很多人 可能没听过文字系列 方立军 他有 迷宫系列 但是呢 市场上都不受青睐 文字系列 张小刚大概三年前 就开始做这些进行 断断续续 断续续 但是后来 连Pesson Wannerstein 都不得不低头 转向 卖他的 大家庭血缘系列 这是在巴州里面看到的 也是大家庭血缘系列 但是硬生生的呢 竟然给他标个价格 65万 美金 以前这张作品至少200万的 待会我会谈 在那个杂志里面 我也谈到 这个所谓 一郎 操作过程当中 他的布局 还有God's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 站在保护长家的立场 死不降价 我就撑得住 这是 一郎的品牌 和credit的问题 但是有些 不得不低头 那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哪里 考量又是什么 待会我们谈 越岭金 一样 跟张小刚出现的情况 悬崖消音又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曾凡志 我们看到都是这些 方黎金 好像稍微好一点 但不要忘记了 中间还有一个 非常大的接冒战的地方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市场操作的技巧 我跟你讲 讲实在话 在艺术市场 我们待比较久的人 比较有精英的人 我说这个都是操作过劣 而且不当 所造成的一个效应 所以现在 我不是 这个 比如说 这个看衰 我说这是自食其果 一个市场 如果没有把机制建立好 它产生的 后续效应 就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好 东西方市场 机制操作比较 我要谈区域市场 全球市场概念 区域市场 全球市场概念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很难用地理位置 来划分什么叫区域市场 你说台湾什么是一个区域市场 我们的异博会 如果讲 这是一个区域市场 不对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 外来的这个 Gary dealer都来参加 这个异博会 但是你如何断定 区域和全球市场 这是一个观念 什么这个观念 用在什么地方 平台的建立和衔接 我们如果讲台湾当代 你说台湾当代 为什么走不出去 不要老实说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 打压政治的问题 不 我刚刚谈到了 区域市场的概念 要打破 区域市场的概念 要打破 就是你要能把这些艺术家 带到国际上去 让他的买家后市场 不只是在台湾而已 他必须要有台湾以外的地方 我常常讲 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的台湾 一个当代艺术家 他的作品 不只台湾市场的 dealer在代理 不只台湾的买家在买 还有美国人 还有欧洲 其他国家人在买 他就不是一个 区域市场的艺术家了 他跨出去了 但是现在我们 有这个困难 为什么不去反省 是艺术品的quality 不够好 创作力不够 市场的运作不成熟 还是种种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待会我会提到 所谓的后殖民观念的问题 包括这一次 R News选出了Top 200 前200大世界级常家 他的选取的标准 也跟后殖民的概念 非常接近 这就是我们的困境 你也看看 欧美的那个选取标准 也落到这样子的标准里面来 连中国大陆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Top 200里面 没有出现任何一个 中国大陆的常家 中国人就开始反思了 为什么 但是呢 我们台湾的产业界 有没有去反思 我们的当代艺术 为什么 没有走出去 我们如果没有走出去 也很RQ的 跟中国那边的想法一样 他们想说 西方的强权已不在 中国兴起 所以中国人 为什么不能自己塑造出 自己的美学价值观 台湾如果也落入 这样子的一个 后殖民的概念 走不出去了 走不出去了 我待会会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